独家搶先报来看到街头上的行车纠纷变成了伤害案 一名王姓驾驶他因为在车内使用手机 结果手机掉了要捡就方向反了一个往旁边滑 只直接撞上对象来车 造成连续三台车因此受损 而驾驶当事人深知闯祸了下车想关心 但看到了车内驾驶对他比不雅手势 当场恼羞成怒变成他攻击别人 蓝天白云天气晴朗 驾驶好端端开车上路 要去上班 没想到对象的黑车直接撞了上来 好心情瞬间没了 男子不断破口大骂炮轰叫嚣车内驾驶傻眼 跟对方理论但还没结束 公主你干嘛啦 你没事打我干嘛啦 你送我的车耶 玻璃碎片蓬飞四件驾驶 看着爱车全毁心在躺血变成这副模样 从整片头血满满刮痕 但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黑车驾驶他因为在车内手机掉了 弯下去姐没有想到酿成意外 而这个时候呢 他又偏偏看到了对方在车内 比出不雅手势 因此情绪失控 直接攻击 肢体纠纷发生在台北市内湖区 当时忘记男子不顺开车 一连喊三车发生碰撞 这下完蛋了 王姓男子自称想要关心对方 却反而被比出不雅手势 心诚不满徒手攻击 不止窗户被击破 还把对方打到脑震荡 事后被依伤害罪起诉 心车纠纷酿成肢体冲突 这下不止赔偿金额更多了 还有花时间上法院 恐怕也让王姓男子要再背上一条罪名 记得了 邀请陈嘉明台北报道 请陈嘉明台北报道